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1月12日 国父诞辰纪念日 也是中华民国的医师节 医师节的由来也和国父有关 孙中山先生在参与革命之前 是一位数得兼备的医师 若有贫困患者求诊 甚至分毫不收 民国37年3日 全国医师公会在联合大会中决议 敦请政府将国父诞辰定为医师节 借此向国父致敬 也向所有医师表达感恩之意 实际的医疗赐业的医师大医王们 他们每一次一年当中有几次的 跟医疗有关的节日 他们都是另类活动 今天就是医师节 不管是居家关怀 社区为家 或者是到这样的老人院 分题次不断地利用家 而且实实在在的力量去付出 平常在说庆祝什么什么节都是吃喝 或者是去旅游或者是玩乐等等 可是慈祭系统 医疗的都是这样的 他平常都是很紧张 而且也很忙碌 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临床 不断地教育 对病犯是无所不辞的疼喜爱护 其实难得有他们的节日 可是他们都把节日抓得很妥善 用得很好 小朋友开不开心 开心 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 让平时在临床上工作忙碌的医师 到外面走走 黑级急诊口 所以我们就陪同我们参观幼儿院的小朋友 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出来看 可能我们永远自己就是待在那个环境里面 这样舒适的吹着冷气 那每一次借由出来打扫的 回去之后自己就会反省 这座医师当然是很福气的事情 很幸福的事情 能除了方便很简直痛苦 但是大领慈祭院是一个社区医院 他所要关心的是医院周边 所有民众的健康 我们要知道说 生老病死人生最苦就是病痛 医生就是疤苦 尤其是抢救生命 救命恩人 我们应该要知道感恩心 医生要生一个医生不太简单 每一个医生都很期待 患者在他的手里接到患者会笑 所以我经常说 世间最美的脸孔是病人的笑容 有一个医生没希望看到患者会笑容 有一个医生没想要说 真的严重的患者在他的手中 气势飞行 大家就很期待 但是有的医生手的软弱 有的时候 这样这么辛苦在付出 在买到现在社会人数的准重感恩 现在的人都用消费者的心情 看見跟在消費一樣 這是絕對錯誤的 金錢能買到健康 買到死命 這不可能 總而言之 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建立感恩的心情 那種別人跟醫生有很長的情 這叫拉長情 永遠永遠我都記得 醫師救命的恩情 這叫做拉長情 但願所有的醫師要擴大愛 因為自願醫師一定要有愛心 才能真正的呼味病患的生命 這樣可以用心去呼味治療 不是只有看白 還要安慰白人 這實在是一個人生那種的愛 是很純潔的 所以我很期待 期待我們會社會有一個 善的循環 善的循環 那愛的復動 那關節會不會痛 不會 不會痛 OK 人會不會很累 就是上課有時候想睡覺 你上課都要坐很久 對啊 所以這樣子腳會腫 正值青春歲月的雅筑 因為罹患紅斑性狼瘡 引發腎功能衰竭 曾經求助於幾家醫學中心 狀況卻不甚理想 後來來到台北慈濟醫院 陳正宏醫師的 風濕免疫科門診 終於控制了病情 看了陳醫師之後 他是可能發生的影響 他都會做詳細的檢查 就是讓我們了解說 這個病情要注意到哪些方面 要怎麼預防這樣子 陳正宏醫師細心專業 讓雅筑一家人 甘願每次花費三四個小時的車程 從台南北上看診 但是陳正宏擔心 雅筑在南部時出現緊急狀況 於是提供網路與電話等聯絡方式 方便立即回覆 我就是隨時都可以聯絡到他 就是跟他請教如何解決問題 他都會馬上給予良好的建議 供我們參考 作為風濕科的醫生 當然有這個意義 在幫病人做進一步的去探查 那也許是免疫系統產生的一些神經的病變 那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們幾乎都是不拒絕病人的 建立好的醫療關係 一定要能夠做到讓病人的完全的信賴跟託付 那我們也要能夠坦誠無私地把目前已經知道了 讓病人跟家屬去了解 人世間總是生必定了 一度過來就老病死 這叫做自然法則 任何一個人都有這樣的過程 可是有的呢 就是在年紀輕輕啊 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有一種無奈的疾病啊 這實在很令人感慨 可是呢 有福的人啊 就能遇到了 好醫師啊 如佛佛一樣 所以啊 我們都稱為大乙光 也有呢 無常啊 好好的人生 可是呢 在撒那之間啊 一場意外 也許呢 生命啊 就在生死中 的確需要有如活活的悲心啊 那樣的及死拯救啊 把生命呢 再從死神的無常的 再把它拉拔回來 多少人的感恩啊 多少人呢 在生命中掙扎 這都是需要呢 大乙王的確 大乙王他能一必一人 更一身 更一身 真正的 這就是大乙王 那就是要 具有佛陀的 悲自相應 醫病之間建立互信 有助於治療成效 陳正宏的另一位病患 就曾因過去和醫師溝通不良 而延誤病情 甚至放棄治療 痛了 家裡整個都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人 要開上面那個窗戶 相當吃力 十多年的病痛 曾經有機會治療 簡連旺卻是相當排斥 疼痛時就用酒精麻痹自己 因為他無厘頭的 想要申請政府的補助 就是要殘測 可是他這樣四肢見錢 是沒辦法的 可是醫師可能告訴他沒辦法 那可能他在口無遮攔之下 他就可能跟醫師有一些相助 所以醫生可能對他講的話 他沒有用心聽進來 他放棄自己 長期陪伴錦蓮旺的慈濟志工 不忍心看他受病痛折磨 不僅協助他恢復健保資格 更找來陳正宏醫師到家中看診 應該還是要檢視他 現在騎我去 有進步 油到有進步 雖然是不好 但是可以控制 我們學校台科的油 控制很症 在慈濟志工與陳正宏的勸說下 錦蓮旺終於願意接受治療 住院第二天 陳正宏前往病房 評估治療成效 錦蓮先生你好 還習慣吧 我早上看到你在那邊散步 我今天差很多 差很多 今天早就能夠拿到 很高啊 今天更高了耶 對 那一天只有一天 像這個軟的 還是有機會吃到消 很痛苦進來才兩天 現在 今天就走幾路了 就很輕鬆 所以我就對持續有沒有 對這個醫院就有信心 好的信任關係 當然就是說 能夠拉近彼此的距離 那有些病人一來醫院或是一來診院 甚至面對醫生溝通的時候都會害怕 或者是覺得醫生好像高高在上 然後我們整個替醫生了 那我們盡量打破這種界線跟隔離 那盡量縮短拉近跟病人的距離 那通常我們都會以比較有親和力的一個溝通的一個模式 來跟病人做初步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要能夠有正確的診斷跟好的治療 病人才願意再進一步在這邊接受治療 那之後慢慢建立了這些 故動的一個模式之後 醫病關係就建立起來了 錦連旺出院後一百天 陳正宏再次前往泰室 關心他健康狀況 陳正宏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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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你 好 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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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有了 真正無人家庭 這隻有了 吃下去了 這隻有了 吃下去了 這隻有了 對 有了有機會啦 有了 有機會 我正常要 聽 你 你這個會消 你這個會消 嗯 好 你 你 意思 有了 但 你好好吃下去就消 好嗎 好 OK 我就叫你配了 沒有 我要配了你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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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的治療 有能夠讓病人 得到一个满意 然后让病人也觉得很欢喜 那我觉得这样就很足够 看到我们的这些病人 一个一个从我们的这些经验里面 治疗经验里面 一个一个获得一个健康的身心 这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能够保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 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支持 现在呢 看他那些口气发达了 那越来越发现 病的状态很多 所以说世间 别人可以欠了 别人的行业可以没有 但是呢 不能没有医疗治疗 不管是 过去古代的善意 现在 现代的世意 都是要经过了接受分练教育 教育分练淋成 顺风地霹 有的 医生 医生也就要有福报 他如果是有福报的医生 人家说 先生严主人福 医生过去医生也就要跟人家 结构很多很多福报 做很多福报 那就是这样的谈感 所以 医生从祝福到北人的生 España 祝福到北方 这就是要看这个医生 是不是与北人有这个福的源吗 福到辉的活的杯子 主人的異性跟別人的重感 就這樣 這個手腳背地 這個量依、命依 隆重的基礎 也就要自己真的有福 別人在他的生苦人 就得到病庫的改團 所以我們應該 這個收福 在現在就要開始 那現在說 做故的環境是過去的 那現在就要開始做 50年前 我也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台中的醫院 那一段時間 我不是去當護士 也不是去當醫生 是病人的家屬 因為 因為我有一位弟弟 他是老魔眼 而在醫院一住 有八個月的時間 這八個月的時間 差不多都是我在照顧 在那裡 讓我印象最深 最深的那一位醫師 他是一位 他是一位女醫師 姓張 張醫師 他 身材很修長 而且 而且穿的就是 都是穿旗袍 外面 就是穿的白袍 黑皮鞋 他 他 他是小兒科的醫師 他 說話 輕聲細 而且 而且 他對家屬 就給家屬 有那一種的 穩定感 他 他 看到了病人 在 因為那個時候的 腦目炎 差不多兩三天 要搓一次 在龍骨水 慢慢來 一個禮拜 就是半個月一次 搓龍骨水 他每一次 要來搓水的時候 就先 給小病人 那個時候 我的弟弟是七歲 他先跟小病人 那一番的玩耍 小病人每一次看到了 這位張醫師 他就會很開心 他一點都不怕 尤其是要做這樣的動作 他都是會跟小病人很親 而且呢 這小病人就會 乖乖的聽他的話 就躺下來 腳趕著 人就把他拗彎來 當然會哭啊 但是他哭的不是叫爸爸媽媽 他哭的就是叫醫師醫師 這種的 讓我親親的感覺 醫病關係很親 那在 抽出來的時候 那個水有的時候 親的 有時候會滑滑 那他一抽出來呢 他就會先給家屬 一個很安定的心 沒關係喔 看起來今天這隻有進步 有機比較好 他就是那樣微微的一笑 很輕盈微微的一笑 好美喔 我現在在說他 他的形象還在我的腦海中盤旋 那他的一舉一動 所以這一生中我看到最美的女人 就是他 那種 那種 很有神聖 很有使命感 而且呢 那樣的疼喜病人 那樣的對家屬的 讓他有那種穩定感 的確呢 讓我對醫師很尊重 這是有人帶著父親到徵兵秀傳醫院去看病 但是不滿藥劑師分藥太慢等太久了 結果吵了起來 他竟然是奮兒出拳毆打藥劑師 還罵 過去大多數人都和上人一樣 對醫師充滿感恩與尊重 但是隨著社會價值觀的改變 醫療糾紛 醫院暴力 在現今卻實有所聞 根據衛福部統計 全台灣醫療糾紛受理案件 1987年有145件 2011年激增為577件 2015年雖有減少 但仍高達477件 醫療系統 醫療系統呢 假如讓他醫者 護者 藥者 醫技者 人人啊 整個醫院的系統結構呢 讓人人安住在崗位上 安心盡心力去付出 這對社會人間呢 才會有幫助 可是呢 造成了這樣的風氣呢 看到了當醫師的 都是惶惶不安 做醫生就要再去研究 這個法律啊 怕被病犯告啊 這都是呢 不能安心啊 這都是造成了醫療的大環境呢 常常會聽到四大街空 五大街空啊 那社會 教育 付出了那麼多來教育啊 來培養 現在已經造成啊 這種畢業了以後呢 那對自己的信心缺缺 真的呢 這都是出在一個大環境啊 這人啊都是凡夫啊 哪一個人不想保護自己呢 假如不是那樣的無私大礙啊 哪有辦法衝破了這樣重重的障礙呢 所以我們要改變了社會人人的大環境 就是醫者 醫護者 然後整個醫療系統呢 能安心所附在醫療崗位 對我們社會人類呢 的生命才是真有保障 才能有健康 才能有幸福啊 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悲觀啊 意思就是說這個本來就是 該面臨的一個問題啊 透過這樣子其實醫師也要學習 我們學習的不是說 我們怎麼去做防衛的動作 我們去做保護的動作 我們去做防衛性醫療 我們做了一大堆檢查 來避免可能有遺漏的地方 不是 而是要真正好好用心的 跟病人做一些溝通啊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 時代的一個變動中 我們要體認到這樣的事情 病人也要體認到 假如醫病關係變得不好的 一個情形的時候 受害者還是病人啊 那所以怎麼去 在這樣的兩兆之間 尋求達到一個 比較好的未來的一個方向 就是在這個臨界點 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這種社會環境呢 所以這樣的醫療的體質呢 人人啊都是對這個醫療呢 那就視為為土 一些醫生啊 就是漸漸勁勁啊 不能很安心的 面對的病患 不過呢 我天天都可以聽到 我們的醫療系統 所有的醫護同仁 無不都是一個方向 守護生命 其實所有所有的醫生呢 都是如佛心菩薩行啊 整個醫療系統 人人自願呢 當醫生 當護士 當藥書 當檢驗師 醫技師等等 不都是呢 為了要克服大地眾生 不都是呢 為病患而要付出的嗎 人人都有共同一個 善良的 善良的好心業呢 那樣的用愛付出 其實呢 看著實在是很溫馨呢 但是 整個大環境呢 能不能呢 真正的讓人人啊 視天下從眾生為己親呢 能不能整個大社會的環境呢 用感恩的心呢 這種的愛的付出啊 也應該呢 得到呢 是感恩的回饋嘛 八十多歲的魏爺爺 二十多年來 每個月都來找徐榮元醫師 追蹤身體狀況 為爺爺五十多歲時 常未出血 危急生命 當時就是徐醫師的明快處置 救回一條命 很感動的師父 很關心我 我這個老命都是他救我 我才救我這幾十幾年 細心收藏徐醫師的名片 流露著由衷的感恩之情 流到好 那像是媳婦在你身邊 你來照顧 平常在你身邊照顧 大家聖誕的 那個笑容真的 看起來我真的覺得有安全感 就教老公生命交給他 一路來他簡直很死戲 後來我們 他常常安慰說 喂媽媽 你老公放心 我會好好地把它處理 徐榮媛從小成長在貧困農家 是家族的辛苦栽培 才能成為醫師 因此行醫三十多年來 他始終心存感恩 視病如親 我今天當這個醫生 就是來報恩 有這些的一個專業 能夠來報答人 那實際上 當你報答他的時候 他也給你很多 三十多年的行醫路 徐榮媛不僅在醫院服務 國內外的大小醫診 也時常看見他的身影 關懷個案 關懷他的家人 關懷他的經濟 了點社會的情況 讓將來把這個精神 慈悲的精神 大愛的精神 帶回醫院 來更加的付出 二 三 四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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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 下 下 下 二零一五年五月 尼泊爾牆鎮造成重大傷亡 臺灣慈濟人醫會組隊前往 接力進行了共十一梯次的醫診 徐榮媛也是其中一員 在哪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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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請聽聽聽 他要打開 這裡 對 眼睛跟氣神 我看見 他很困難 我想任何慈濟醫院 包括台北慈濟醫院 建立這個醫院就是一個賺愛的醫院 不是賺錢的醫院 所以任何不管是国内国外有灾难 我们一直跑到最先 我们看到的都是心中有佛 如佛的大义王 这种用爱心去学义 立志为人义 立志为人的病苦 投入了生命中去拔除众生苦难 这都是学医的目的 所以这种用爱遍布福田 让生命中再造生的机会 健康的机会 一切的都是很令人感动 好一丝同理心 人伤我痛 人苦我悲 并在他的身上 苦在好一丝的心灵里 这种称为大义王 大义王就是佛教所称呼的佛陀 佛陀就是要治众生的身心病 所以医师就如活活一样 能守护的生命 期待着众生的生命能健康 这种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就是期待所有从事依附的 共同的一个方向 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观 这也就是在人类的生命中的贵人 育理慈激医院外科医师李森佳 年届八十 仍然坚守医疗岗位 李森佳是南区人议会的第一批成员 也是成员中首位具有慈激委员身份的医师 65岁那年退休后 仍持续做职工奉献专长 直到2009年 他决定再次穿上白袍 看到偏沿地区的需求 虽然他那时候也是有了一些年纪 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 秉持了这个爱心来到了玉璃慈激医院 本来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整个大概来一段小时间就要回去 我来以前都已经退休了嘛 来啊他们都嫌弃我这个笨手笨脚的老头 我就在这边尽量帮忙 来到玉璃职业不到三年 李医师被诊断出肺腺癌 他接受治疗控制病情 医院的工作也照常进行 因为我们医生有时候都在劝队病言 安他的心或者什么 那你自己碰到这种情况 你自己就定不下来 那算也算是不合格 来宾一百好 接到五百贵 谢谢 我们是早 谢谢 来我们深呼吸 好 吐气 再来 来 速到轻 现在就是看免质已经结束了 等一下我们吃过饭 要到日睡 去家庭访问那些翻来 医院那边 例行的每个礼拜都要去 真的他能够做到 这个《无量医经》里面讲的 譬如传师生有病 若有建州有渡人 李生家医师 他在几年前发现到他自己也有肺腺癌 不过他都没有休息一边 做治疗一边 还是 还是托认坚持要在偏远地方去照顾这一些苦难人 那样的勇敢 就虽然自己有病症 就像那些大尊书 只要有坚弄酒壇 可以很坚固的尊 他还可以开这些尊 去导众生导逼人去 虽然自己身体有病症 他也是 同样搭着这个车到山上 同样守护在小镇里 同样也在看病 他很勇敢 所以这样 也就是很健康在看病人 还是同样上山 他说会尽量把他的生命 发挥 他的生命年龄 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为苦难人而付出 他心无挂碍 天天都是这样的快乐 那开朗的生活 你看不出他身体有什么病痛 他专心是为别人病痛而付出的 那样的安然自在 这就是爱 爱的能量 总是豐富了自己的生命的富足 真的是很富足的生命 希望人人能用这份爱 好想来鼓励 好想来帮助 这才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富足 行医50年医师 李森佳医师 请上台接受表扬 谢谢 李森佳用生命奉献医疗 2015年 获颁行医50年荣誉奖 好 谢谢 当医生就是有责任 还有医务 应该做的要做 不要为了赚钱 救了很多很危急的病人 那种快乐 那种成就感 就只有自己去体会 我假如有福报的话 就到不能呼吸为止 还把我的身体捐给 大体 这无缘狼书 捐给四季大学 这个是我内心的那个冤枉 这都是医者之爱 他把他的弟弟也招来了 他知道在伊犁小镇要医师很难 他们从高雄退休以后 就来到伊犁这样付出 尤其是他们来的完全就是 为的是奉献 就像李生家医师 他已经将近80 而且得到了50年的荣誉奖 医师荣誉奖 服务50年 同时得到了花蓮 一个优良医师的表扬 他在那里 他的薪水 都是捐给四季他们 从自己 太太 还有上人 上午 已经落在浪荡了 他在那里总是付出 他兄弟在那里 真正的很令人感动 这种爱的医疗付出 我真的很感恩所有的慈祭人 付托给我 我付托给他们 这样的爱的责任 大家都是很负起责任 然后非常感动 也是很感恩 为了奉献医疗 而守护在浴里的 还有年轻医师林志燕 可以先换 你以前是用开刀的 控朗来看病患 对 开刀房应该是call我了 所以今天比较忙 看病人要分段看 在我骨科医师训练完毕之后 就是拿到骨科医师专科之后 就是一个月会有两个假日 过来这边帮忙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全院医师最年轻的 对 那我说年轻的要比较 四大医学系毕业的林志燕 刚开始在花莲实习时 曾考虑回到离家近的台中服务 但为何仍决定留在浴里呢 浴里地区有两间医院 就是有急诊有外科 然后有内科 当然甚至原本连骨科也都有了 但是想说 那可能就来这边帮忙一年两年 但是来这边发现说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长久下来都是属于 比较缺乏医生的地方 真的是很需要医生 很需要我们留在这边帮忙 他之前在花莲 他所亲近的老师一再久 传给他的 不只是看病 还要关怀人 还要关怀人 全家搬到医里去 全家搬到医里去 老师教的 他就是信受奉行 老师这么教 传给他的功夫 给他的心灵的教义 那意思你穿起来白袍 就是要去疼惜爱护病人 关怀他的生活环境 他都停进去 所以常常看到 他在诊间里 看到老人家要进来 他就会站起来出去 把老人家这样的搀扶的 到了他的诊间来 这种看老人家 就如自己的长辈一样 这实在是很难得 这就是医疗品德 这个医生的品德 就是要这样 那你觉得林医师好 人好不好啊 好啊 温柔 讲话也很温柔 很体贴 不仅仅专业 非常够 而且对病人的 互动也非常好 他也很乐于去帮助别人 所以他真的是 一味的良医 现在的医疗很普遍 可是要真正的得到 那样的医病情 或是医护病情 实在是很难看到 所以我一直在说 期待我们再提升医疗的 被尊重的地位 但是要提起医疗被尊重的地位 唯有我们真正的爱付出 只要我们真正的爱付出 所以医父就如活佛菩萨一样的 被所有的人最尊重的 因为人世间其他的事业可以减少 可以没有 可是不能没有医疗 所以因为我们人生 有生命就是需要有医疗 所以医疗等于是再生的父母 多么是被人尊重 也是如佛佛的慈悲慈怀 是多么的崇高 总是医师的使命 医护的使命 团队的使命 大家提起来 我们用爱付出 也可以起化了人心的感恩 所以医护是付出爱 那病人感受到爱 他同时也会回馈感恩 非常的感恩 未来我也诚心的祝福 礼赞了我们这样的医疗的 和和复复血攜手 为这样的病苦众生来付出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